美味可口的酸辣土豆丝总是那么受欢迎 不知道你在家是否经常做菜呢 切土豆丝有技巧 先在底部打平 这样切起来就不会跑来跑去啦 然后直刀向前推切 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值得点个爱心支持吗 土豆丝不是切越细越好 而是要均匀 切完的土豆丝一定要拿来泡水 把淀粉洗掉 这样子土豆比较脆 不易粘锅 再切点青红椒丝 土豆丝捞起来沥干水 锅中把水烧开 下土豆丝 开大火烧至沸腾 大概20秒后捞出 锅中下油 扁香干辣椒 下青红椒丝 快速煸炒几下 加土豆丝 开大火翻炒均匀 盐 蒜末 白醋 快速翻拌均匀 炒制入味 即可出锅装盘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教程 说不定总有一道适合你哦 抖音 然后再切好 然后再切好 所以可以用来 头项装盘 建议 感谢观看